今天我把这一个 简单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这个课程是TB plus 那这个是国内的 技能基金会有半个 这个TB plus 主要针对的 它的等级类 大概同等于 国家考试的一期 一期的考试 基本上一期的考试 并不是太容易取得 那TB plus这张证照 困难度其实蛮高的 你在没有任何的资源底下 通过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那目前通过人数并不太多 但是业界对于 Android相关人才的需求 非常的大 每年都有至少 缺三四千个工程师 是找不到人的 那有的时候是因为技能不足 其实很多人想要 进到App的领域 但是问题是筛选 光筛选第一关 人家问你一些问题 你就到了 那你要怎么样证明说 你自己懂这个技术 而不是用嘴巴讲讲的 最重要的你要一个证明文件 最简单 现在大学文明 大家看看 说真的 业界其实对于文明是基本的 觉得这是最基本的 那你是不是能够拿出一些 别人没有的东西 有算是在座里面呢 各位应该有证照的 我想在普通大学里面算是少的 但是在技术体系里面 考证到这一件事情非常热衷 OK那首先的话我先做一个简介 我的简报流程大概是这样的 有一些可能比较一般性的 我就讲的比较略讲一下 那首先的话呢 我就做一个自我的简介 这个是我的相关的资料 那在Google里面 如果你找吴老师 或者是Android教学 或者是Android的证照教学 Android教学这个keyword 我应该是排在前五个以内的 我现在不知道排在哪边 但是如果你打一个Android的证照教学的话 几乎第一个page 大概有八成是我的 那在YouTube上面的话呢 几乎全部都是我的 因为呢 Google里面对证照教学 这个领域 可能是我花的时间 花的功夫算是最深的 所以会找到我应该是很 应该不意外 因为这部分的话 我的网路上的资源 非常丰富 所以将来你们在网路上 会找到相关的资料 是我的 应该是不太意外 还有算Java部分 那再来的话 我目前除了在原子东武 接一些课之外 在公众人员学院处 也带一些像 这个程式设计上 云端应用这一方面的讲座 还有在自强工业基金会 新北市劳工大学 或者是我们附近有一个技术学院 担任业业专家 那之前是在十一天 十一天有担任执行长 也就是自己经历过 创业的过程 然后现在呢 退下来当个董事 比较时间可以比较有谈心一些些 那我们公司有一些 比较值得提的 就是像杰出创业凯伯啦 技术之光 那正照达的部分 教育部分呢 正照达前六名有五名 是从我们那边出来的 还有像考试人次啦 或者考试人云端画 艾伯画等等 OK那这个是正照达前一四五名的 这个核照 那这个是技术之光 然后也正照达第二名跟第六名 那这个是原则大学考试 同学拿证照 那另外就是说相关历程 我在ANJOY证照方面的话 是要考应该有 应该有快二十个学校有的吧 所以这部分的经验应该算是丰富的 那再来我自己本身的证照 因为要叫人家考证照之前 自己要先去考 所以我证照应该也有 差不多三十张左右了 有关电脑相关的证照 只要有机会就去考 这相关的证照 那这个是ANJOY证照是走上的这一张 另外的话 那个认证中心 这证照考试中心 也会邀请我去参加专家咨询规议 也就是说是到考试题目的 很多都会咨询我的意见 所以说在这部分的话呢 我的这个证照的相关的认知 也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那这个是前年吧 在也是一样的场地 那时候有120个人来参加 那另外还有让德明 也是有办好几场的这个证照考试 那再来就是说呢 我会把我上课部分录像 提供给各位 只要你专心听讲 回去再复习一下 我想应该通过考试不太困 因为有些东西讲一次 你就听得懂的话 不太容易 除非你是天才 听一次都懂的话 那我会把录下放在YouTube上面 那我目前我的频道上面 观看四处 这个上面的数字是180万 不过已经出破了 大概200多万 我也不知道现在多